哈囉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Chanel的大秀 這應該是這一整個禮拜最最大的秀 我們現在能趕時間 所以趕快跟著我一起走吧 這個秀展真的非常特別 那其實每一季都會很有精心設計 他們說逛這秀場已經當了九天 然後他們每一次都會有一個自己的主題 而且你會發現他們的小細節是 他們的工作人員都會有一起的打扮 像剛剛你就在外頭看到那些整套白衣服的工作人員 看起來也非常適合這裡 哈囉 瑋寧 哈囉 哈囉 我們跟Vogue的讀者們大家要打個招呼 哈囉 Vogue的們大家好 我是瑋寧 好啦 可以幫我簡單的介紹一下今天你的打扮嗎 今天我的打扮 因為配合這次那個ground control的主題 其實它有一些點綴的Coco Chanel很女人味的珍珠 然後呢其實仔細看它雖然是很帥氣的cutting 可是它的這些裡面的線條都是很未來感的 因為它用了很多不同種的材質去做編織 所以整體看起來那尤其是他們 Chanel又很喜歡做一些反差的搭配 然後像譬如說比較帥氣中性一點的外套 然後但是底下去配一個這種蕾絲的襯裙 感覺好像很不經意很隨性 然後可以充分的顯示Chanel那種慵懶女人味的氣質 我覺得今天大家都非常期待今天的大秀 而且今天大家打扮的都好可愛喔 那你今天這次是第幾天來巴黎呢 是第三天了 對對對 那你呢 我是之前早上才剛到 今天早上才剛到 真的很可怕 如果你需要喝杯咖啡的話偷偷吃一下 對啊 我來十天了 我已經快變巴黎人了 好棒喔 快十天了 快十天了 對啊 大家很期待我們今天的大秀 看等一下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跟大家Catch up一下 那我們現在結束了大秀 所以我們就先來問問兩位女神她們的感想好了 那 菁菁妳覺得今天的最讓妳震撼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答案應該都是一樣 就是在秀的最後的時候火箭就升空了 它真的動了 對 而且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發現這個火箭不定時的在冒煙 所以我就想說她不會最後要升起來的 我們兩個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結果在最後的時候她下面也冒煙 所以我們想說要飛了 她真的動了 反正想說她到底是要怎麼樣弄 是真的會往上衝出去還是什麼 結果她其實是伸縮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效果超級震撼的 加上她那個底下噴的煙火火火那些 我覺得都還蠻就是讓人家意想不到的 因為我覺得她音樂也是搭得非常好 她有很多那種電子啊 或者就是很前衛的音樂 然後我覺得到中間我就發現她也不自覺的 我們就在那裡點點點跟著音樂一起 對啊 然後她這次的衣服就是真的很科技感很前衛 然後用了很多那種軍兵的元素 很像也有很多那種像太空的組裝 她有點Futuristic 但是她也有一點點那種80年代的搖滾的感覺 對不對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她就是一直都是很混搭風 然後有各種風格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精神都是沒有變的 就是永遠讓人家覺得很前衛 就是雄妞都是走在很前衛的 然後看到可以有一些女性很自主的 譬如說她搭得很漂亮的上衣 她下身可能是短護 然後她的靴子也是非常的有個性 有一件那個白色的長大衣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優雅的 就不管是覺得好像各個季節都可以穿 那我覺得其實每一套你細看她的細節 你會發現除了剛剛搖滾之外 你又看到她的有一些領子 也是做復古的蒞臨白色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在那個每一套細節裡面 都可以看到她的時代的演變 然後從過去加了一些未來的東西 所以我都還蠻喜歡的 我也以為妳剛剛的答案會是 把火箭帶回家 所以overall我們大家都非常的震撼 那我覺得我們也很期待 看了之後還會有什麼樣子 更多的來震撼我們 我覺得Chanel永遠都可以 給我們帶來很多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太震撼了 就是一個字wow 那期待明年 那我們非常謝謝兩位抽空 來跟我們讀者們聊天 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子 跟Vogue的讀者們說個掰掰好了 謝謝 掰掰 掰掰